有这样一对夫妻,他们仅用三个字,就在全网收获数百万粉丝,在两人的日常中,展现出他们之间的呵护与打闹。 虽然口头上两人总是互抢,但在生活中可以看出他们互相爱护对方,为何会会三宝观测妹的生活令人羡慕? 我是邦姐,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三哥三嫂的农村生活。 最近三哥三嫂因为半罐葡萄罐头吵架,起因是三哥把她吃了一半的罐头拿给三嫂,让三嫂尝一下。 而三嫂顺手将手里的水桶递给三哥,让三哥帮忙提水,但两人都误解了对方的意思,三哥认为三嫂会给她留,三嫂认为这罐罐头都是给自己的。 所以当三哥拎着一整桶水回来后,发现罐头空空如也,连一滴糖水都没有给她留下,以至于等三哥回来后,面对空罐头,和三嫂打闹,逼三嫂说出那句话, 你看你,也正是这三个字,让三哥三嫂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,从而走红。 三哥三嫂的相处方式让人感到舒服。 在他们的视频中,你可以清晰感觉到,他们之间不存在隔阂也不存在秘密,许多网红夫妻,只要在镜头前便开始演戏,展现自己夫妻间多么和谐。 但三哥三嫂完全不在意这些,或者说他们更喜欢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不和谐,他们总是在镜头前打情骂俏,偶尔情绪上透时,还会互相动手。 但他们之间的动手可不是拳脚相向,而是你拍我一下我拍你一下,两人把对方逗开心。 而他们家庭能保持稳定的关键在于三嫂,在三哥和三嫂的相处中可以看出,三嫂承担了更多家务,也承担了家庭更大的责任。 大多数情况下三嫂都在为了家庭操心,她会在要出差的时候,在早上五点整多钟起超做饭,那时候天还没有亮,三嫂便开始准备做蔬菜饼。 她也会为了冬天吃羊肉石油小葱搭配,而早早地在门外中小葱,可以说没有情绪稳定的三嫂,不会形成三哥三嫂这样稳定的家庭。 和三嫂相比,三哥像个长不大的孩子,其实已经成为孩子爸爸她,对待喜欢的人还是喜欢故意捉弄。 所以在三嫂忙着的时候,三哥总在旁边捣乱,有时他也会有自己的小脾气,有时也会勤劳得令人羡慕。 虽然三哥有很多缺点,比如他贪吃嘴欠,看到三嫂就想要和对方开玩笑,但也正是由于三哥的致死是少年,才让他们的家庭能够如此温馨。 别看三哥嘴上一直嫌弃三嫂,但当三嫂受到委屈时,他却是第一个冲出来的,当三嫂有需要时,他也是第一个站出来的。 有时三嫂会故意开玩笑,把家中的小麦卖掉,收入全部交给三哥,然后委屈巴巴地说自己手中只留几百块就好。 三哥口头上说三嫂太傻,但心里也无比心疼他。 或许三哥也知道,三嫂和自己在一起吃了不少苦,就像三哥自己所说,这辈子能和关存梅在一起,是他们家的福气更是他的福气。 他们结婚多年,从来没有真正吵过架,他们这样的日子是别人羡慕不来的。 你身边的夫妻生活是怎样的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